马上要进行的是77公斤级的金腰带争夺战 这个金腰带争夺战的含金量非常高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金腰带的争夺战 获胜者将获得5万欧元这样一个巨额的奖金 我这咽了口唾沫 好有吸引力的一个部队 而且这个金腰带争夺战跟咱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金腰带的资格赛是有不同的 要进行5个回合 每个回合5分钟 真的是一场体能和意志力的极大的考验 这也是功夫决能级历史上的首条金腰带 那么双方争斗的选手会是谁呢 请看VCR 请出蓝角选手 来自《河特迪瓦》的野兽谢赫和额 是 赫、颜兽谢赫和领来自 13亿 川普林收冬的赫和领域 深入四章 是 川普林收冬的赫和领域 好 下个时间 我们通过为第二 与其名是同校选手 让掌声有请丹麦铁学 奥利·劳尔森掌声有请 三位提琴奥利·劳尔森 提名二十九封 首当一把劲锐力 职业战技十一胜四股 我们今次推进去资料代冠军 赛排入的是女同学 美国第一分的战技 三位提琴奥利·劳尔森 在昨天的冲冲中 已经是针尖队卖马 两个人互相看不见眼了 那今天到底谁可以获得 公权力尽第一块 新腰带的 让我们一头赤目带 好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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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看柯恩 现在好像 奥利现在为什么不出拳了呢 奥利在寻找机会 希望用重拳来击打对方 奥利现在抱架抱得非常的紧 不出拳 奥利大摆拳 谢可恩的刺拳 因为拳能力的拳头比较薄 被搂上一拳 可能就会被KO 是的 而且双方还在拼战力 双方是转到了地面 现在是奥利大摆拳 是占据了上位的位置 因为拳能力有20秒的时间限制 所以最好是控制以后进行打击 对 而奥利大摆拳 他这个红角的这边的教练也是跟他说 让他用肘啊 我们把他用肘 我们的解说席呢就在红角这个教练席的旁边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到他们这个教练布置的战术的指导 连续的几拳 就想下一个比较大摆拳 和阳新闻 在主场的拳与61 全板大摆拳 和阳新闻 那最好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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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高层嘉宾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感谢观看